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说的就是以身若责的重要 好比如令大家闻灯丧胆的交通罚单 大家都会关心官民犯罪到底有没有同罪呢 来看看那些官员和议员被揭发后 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 被点名拖欠最多罚单的就是行动党副秘书长尼可汉 一共有76张 但他回应自动执法系统的交通罚单 不应称为交通罚单 而是现役罚款通知书 他还没收到法庭发出的交通罚单 其他被点名拖欠传票的还有行动党贷主席陈国伟 欠70张传票的他表示会偿还 而被点名拖欠53张交通罚单的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就扯到了 有好多的老百姓都有拖欠罚单 而寄到家里的罚单他都会去还 同样被指拖欠三张罚单的交通部长廖忠来 和行动党副主席郭苏沁 前者表示已经缴亲 后者则表示不知道拖欠罚单 多谢爆料着马清兵州团长李明胜的提醒 另外一位被网民点名的部长 就是清体部长凯里 他只是保守地说 如果属实他就会缴付罚款 其实交警和陆路交通局已经多次呼吁人民检查自己是否中招 但是呢这些围观的还有人民代议室有为大家做了良好的释放了吗